第213集 就在这一刻 叶凡的眉心突然浮出一轮金色的小壶 像是一轮金色的太阳定在那里 小壶震动 神话璀璨 一道刺目的光束直冲而出 化成一把金色的利剑 犹如斩天之刃 这是强大的神石攻击 浮食金色圣果后 叶凡的神石力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凝敛无比可以化形而出 这种神石攻击 他摸索了足足一年有余 渐渐被演化成强大的杀招 专门攻击人的心神 鸡人大叫的 抱着头颅扬天翻倒在地 强大的神石袭杀一击奏效 此前 老管市鸡人始终冷漠无比 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可言 此刻满脸猙獰 打声嘶吼 痛苦挣扎 叶凡浑身骨骼都在震动 机体晶莹 神力涌动 金色的拳头重重地向前砸去 碰 这一拳直接打在了老管市的下河上 啪啪一声发出脆响 颇骨断裂 你这个老奴才不是高高在上吗 我直接打你去十八层地狱 鸡人被刚才那一拳打在下巴上 直接冲飞到了半空中 叶凡侧身 用力白腿 如铁边般挥动而出 啪啪一声 叶凡的右腿重重地劈在鸡人的胸膛上 直接又将其从半空中砸了下来 纵然鸡人修为深不可测 但是肉身也绝对无法与圣体相比 胸骨当场折断 塌陷了下去 你这个老奴才 刚才不是是我入楼椅吗 叶凡一脚踢出 鸡人尖头粉碎 一下子横飞了出去 叶凡不等其落地 七步就追了上去 而后重重地向下踏去 碰的一声 他一脚将鸡人剁了下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荒谷书家了不起啊 早晚有一天 我要去鸡家走上一趟 闯一闯你认为高不可攀的鸡家圣地 那个死老太婆 千万要活得长久一些 碰的一声 叶凡一脚将在地上翻滚的鸡人 踢向了半空 叶凡冲天而起 挥动金色拳头 一拳重重地砸了下来 将鸡人的胸骨近乎全部粉碎 但是 这个老管事深不可测 生命力强大无匹 依然没有死亡的迹象 反而在低沉地咆哮与嘶吼 叶凡跟随冲下八步感缠 快到极致 每一脚都踏在鸡人的躯体上 每一次落下都会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八步踏骨 鸡人浑身骨骼碎裂数十处 形体近乎变形 与此同时 他也坠落到了地面 叶凡最后一拳重重的轰厨 竟然像是石块一般 被打飞了出去 如死狗一般摔在了地上 手段近乎残酷 但是 叶凡并没有怜悯之心 在这弱肉强食的关系中 他不出手狠辣 就会被对方所杀 机会铁了心要灭他 这个老管事是为执行死刑而来 自始至终都波澜不惊 对于斩杀他 态度冷漠无比 无丝毫内疚 因此 叶凡自然不会产生情绪波动 杀之便是 没有犹豫 鸡人在嗷嗷嘻吼 依然没有死亡 叶凡心中凌然 对方太强大了 如果是一般的修士 恐怕已经断绝了生机 他看不出对方的境界 高深莫测 叶凡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 直接寄出了金书 道经的载体 那页金色的纸张 画成一道夺目金芒 向前冲去 璀璨而锋锐 将虚空都斩得模糊了 像是要撕裂开一般 这页道经虽然不算真正的武器 但却比江家长老的紫童八卦镜 还要坚韧 可以沉浸苦海中 而紫童八卦镜 天罗散 玉镜瓶却根本不能 被绿铜块挡在苦海上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一页金色的纸张不是武器 却胜似武器 吃了一页 金刃极其炫目 薄薄的金色纸张 堪比最锋利的武器 一展而过 扑得一扔 激人的头颅被切了下来 墙体内血化冲出 像是血色的喷泉一般 血水一冲出两米远 那颗头颅飞出去数米 残酷的修饰世界 一旦争斗不是被杀 就是杀别人 没有什么仁慈可言 叶凡叹了一口气 但这一时他吃惊地发现 那具无头的身体还在滚动 且头颅依然在颤抖 到了这般田地 鸡人还活着 只让叶凡毛骨悚然 他再次寄出金书 这样可怕的人物 若是挺过来 光想想就恐怖 金书冲进鸡人的轮海 直接将其神力源泉斩断 裂开这一秘境 纵然对方再强大 他也不怕了 叶凡并没有就此停手 寄出金书 披想远处那颗正在颤抖的头颅 只要毁掉他 相信鸡人再也翻不出风浪了 然而 就在这时 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鸡人那近乎掉光的发丝间 冲出了一片五色霞光 一下子将金书挡在了外面 那是一股强大的神力 封锁了空间 将金书拒之在外 灿灿五色光滑中 一根纤细的骨簪 流转出迷蒙的气息 竟是他振动出了神秘的力量 向着鸡人的头颅流转而去 与此同时 骨簪碎裂 当中冲出了一道光滑 鸡汇的影迹浮现而出 贺问 发生了什么 叶凡 顿时 一阵透皮发麻 他虽然恨不得将这个 丝老太婆立刻毙掉 但是也明白彼此间的差距 鸡家民宿 对于他来说 如同巨人一般 是你 鸡汇的影迹浮现而出后 非常震惊 鸡人怎么可能会被你战败 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临行前 我给他的骨簪都碎了 这 怎么可能 鸡家民宿 老玉 鸡汇 满脸不相信的神色 这对于他来说太意外了 就像是听闻一只狮子 被一只蚂蚁咬死了一般 叶凡快速的冷静了下来 什么话也没有说 直接寄出金书 向着鸡汇斩去 他知道 这并不是真正的鸡家民宿 不过是一缕印记而已 必须要抓紧时间毁灭他们 不然 那颗头颅可能会复苏 太让我吃惊了 这颠覆了常理 鸡汇依然处在惊汉中 金书一冲而果将他割裂 然而 鸡汇并无恙 快速合一冷声道 小子 你还嫩得很 连精神印记都分不出来 就凭你 还无法斩灭我 说到这里 他大喝 几人 速速醒来 是的一声 叶凡的眉心 内网金色的小呼再现 一把金色的小剑飞出 完全由强大的神石化形而成 瞬间斩向机会 知道了对方的状态 叶凡一下子安下心来 以强大的神石来破灭精神印记最适合不过 机会的虚影惊怒 左突右冲 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 叶凡的神石如此强大 与之境界 根本不相匹配 此拉一声 像是烧红的铁条 弹进了冰雪中 融化了一大片 机会的印记瞬间模糊 险些被斩灭 面对真正的机家民俗 叶凡没有任何机会 他毕竟才修炼了三年有余 不过 这只是机会的印记而已 并不是本体 他大开杀戒 你这个四老太婆 杀不了你的本体 还杀不了你的精神印记吗 叶凡对这个狠辣的老玉 充满了恶感 恩将仇报 居然想让他行神俱灭 眼下这实在是一个超级出气筒 你 机会被辱骂 勃然大怒 但却也知道 对方神识的可怕 他成天而起 想要逃顿而去